既有网友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假设在一条足够长的传送带上 有一架飞机 当传送带以较大速度向右移动 而飞机却向左滑行 那它能不能起飞呢 该网友经调查发现 有七成人认为不能起飞 只有三成认为可以 因此本期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并由此揭秘一种老式轰炸机 显为人知的奇葩功能 话说某行校里 有一群学员也在激烈争论 传送带能否起飞的问题 因实在争执不下 最后他们凑前在跑道上 修建了一条数百米长的超大号传送带 希望通过实际验证打脸对方 一切准备就绪后 菜鸟哆哆嗦嗦地启动发动机 随后松开刹车 飞机缓缓滑向传送带 令人意外的是 飞机的滑行速度 只是比进入之前轻微变慢而已 究其原因 当飞机在水泥地上滑行时 其前进速度是螺旋桨拉力 迎面气流的阻力 和轮胎滚动阻力 达到三力平衡的速度 而在传送带上 由于轮胎接地点和传送带同速 使滚动速度提高 但飞机的高压轮胎压力 至少是汽车胎压的数倍 以至于尽管滚动转速大幅提高 而滚动阻力系数却只有小幅增加 使得三力平衡的滑行速度稍微变慢 此时微收油门缓慢减速 再次达到三力平衡时 飞机就可和地面相对静止 和平时相比 只是油门稍大一些而已 于是菜鸟放下金翼准备起飞 随着螺旋桨出力快速增大 飞机开始加速 虽然轮子在传送带上转得更快 但空气阻力的占比和增幅 都显著大于滚动阻力 因此空气阻力是决定 起飞滑跑距离的主导因素 所以该机在达到起飞速度时 相对地面的滑跑距离 和在水泥跑道上基本相同 同理当飞机在传送带上降落时 虽然轮胎转速比平时大幅升高 但滚动阻力对飞机减速距离的影响 依然远不如占比更大的空气阻力 因此降落距离还是由空气阻力决定 所以从地面标记飞机的降落距离 发现仍旧和水泥跑道降落基本相同 可见飞机放在传送带上起飞 只要轮胎接地面的行变频率 不至于高到出现助波 使滚动阻力系数猛增 那么飞机的起降距离就不会有明显改变 但飞机轮胎在接地瞬间 却会受到比平时更加强烈的摩擦 使磨损进一步加剧 那么反过来想 如果接地前让轮胎预旋 接触瞬间的磨损当然会显著减轻 根据此原理 苏联人脑洞大开 为12-28轰炸机设计了两项奇葩功能 不仅使轮胎寿命延长 还使前线部队战斗力倍增 第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逐起落架轮子 有动力装置 出地前启动并达到预定转速 然后再接地 这样不仅轮胎磨损减轻 而且还减小了起落架冲击 使接地更加平稳 而第二个功能堪称神奇 不同于我国仿制的轰武轰炸机 所标配的三人机组 12-28可以坐五个人 只是这多出来的两人 必须背着降落伞 备份伞 氧气瓶和机密文件 在地形帮助下进入机肤的炸弹舱 然后被托取到专为他俩设计的悬挂装置上 当二人就位关闭弹舱后 该机就会立即起飞 直奔前线部队而去 飞到指定地点 二人便拔掉机内氧气管 切换到自带氧气瓶 只等舱门打开 他俩就从万米高空坠落 原来他们是奉命争分夺秒 到达前线的正尾 这两位军官互为替补 因此允许其中一人摔死或失踪 得益于12-28的奇葩功能 战况惨烈的部队 可及时补充至少一名新的正尾 使该部队的战斗力瞬间倍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非